希望把這地方研究實數再變成VBA 不過第一種方式可能太難了一些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我今天用前面的邏輯 那勢必就是會多一個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那有兩個工作表所以變成你要做兩次 所以那個階段性恐怕這個難度太高了 我們用第二種方法就是我乾脆用什麼 輸出什麼公式好了 那剛剛不是有做好一個公式 我們這個公式 我如果希望把這個公式直接用動態的方法 直接輸出到哪裡呢?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假設我今天這裡面的公式 這個公式有一點問題 B3 B2 OK 那這邊的話公式如何自動把它輸出 我想比較簡單一些些 這裡面的話前面有講過類似的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這個 這個最後完成 如果說我們用VBA來寫的話 這邊勢必會需要多一個回圈 是工作表回圈 然後還有一個藍跟列的關係 所以還有一個藍 I是列 然後追的話是藍 最後的話呢再去比對 兩個資料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再把你指定的工作表裡面的東西 寫到你要寫到的位置上面去 所以這個難度可能太高了 我們先暫時略過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研究一下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那我們先用輸出公式的方式來做 第一個的話 也是forI等於第二個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這個先Ctrl C 輸出一下 輸出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第一個在開發人員裡面 Visual Basic 然後我們用第二種方法 第一個的話就是把那個公式先做完 然後這裡 這裡後面的話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 我們要指定的是C欄 C欄裡面這個儲存格 forI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裡面輸出什麼呢 輸出這個公式 所以要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這個公式複製一下